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党争夺非常激烈 一方面自由党在它执政的16年来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经济情况还算比较好 就业情况也还是可以 但是在执政过程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这些政策不到位的地方 那么NDP16年来一直在野 上一次呢 上一次审选四年前就很接近要重新掌握这个 当时民调说他们好像 但是呢 这事出意外 他最后还是败了 败后 选后大家跪接原因 就是当时的党领 Andrew Dickson 对 把那个政纲推出来比较晚 而且出来以后呢 他有一些局部的改变 先说怎么样 后来又怎么样 对 所以呢 本来 老百姓对新民主党很久没有执政 心情就有点忐忑 他一看 反正自由党不好是不太好 但至少我心里有点 一目了然 知道他哪好哪不好 新民主党呢还有一些未知数 所以上一次呢就败选 再加上简慧之呢 在党内的那些大佬们都退去的情况下 和带领着全党努力奋战 那还算有点悲情意识吧 老百姓一看一个女性也不容易 那啪 搬过来了 那这一次是否还能够人就如愿呢 就很难说 一方面呢 老百姓可能觉得自由党也还OK啦 你说这最后选前的这个预算出来 也还有这个有点结余 十二一个亿的结余 那么SSP呢 MSP呢也给减了一半 还有其他一些小派堂的一些措施吧 感觉还行 NDP呢这回呢也比以往就是有所改变 第一改变呢就是说过去对批评他 对华人不太重视 这一次非常重视 你看他征召的这些候选人里面 大概有六七有七个是吧 都是来自华市区 对可能我们待会再逐个的来分析一下 那我想也是想先问问Frank 你对这次这个审选选情 目前你的这个看法 因为我们录的时候 跟最后播出的时候 可能是有个距离 所以现在分析也不一定 跟最终的这个氛围比较符合 那基本上来说 大家都有 两大政党 都有自己的一个论述方式 那自由党主要的他想描述的这个故事情节 是说 OK 现在我们之前有个recession 有一个 有一个经济上的不好的状况 但是呢 整个recession已经出来了 那整个经济状况是比较不错的 那为了未来继续走上这个正确的轨道 所以要继续投给我这个选票 那NDP他的论述的方式是说 其实我们整个的状况是很糟糕 过去16年了 你看现在房价那么高 你也买不起生活成本这样子 而且我们的执政党有很多 募款方面的一些 疑似的一些scandal出来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改变 这是两大政党的 基本的一个论述的方式 但是我发现最近的选情 走到了接近这个周末的时候 对 现在这个提前投票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但是问题是说 似乎已经不是说你要change 还是说你要维持现状 更多的是把焦点集中在 简慧之他个人身上了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推特上面前两天 有个叫I am Linda 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简慧之他去到一个超市 拜票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选民 然后那个选民跟他说 我永远不会投给你票 然后他又说 那没关系 那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就这样了 然后他就转身走掉 他并没有停留下来 听这个选民想要描述的东西 那这个瞬间被抓住之后 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那大家就觉得这一个瞬间 其实 那觉得自由党比较arrogant 还就是比较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reflection 关于简慧之他整个对于 整个选民的这样一个态度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比较傲慢 那当这个选举集中到 简慧之个人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对自由党不利的 因为本来其实两个政党的platform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到底谁出台的政策 其实是更有道理的更好的 但是当集中在他个人身上的时候 更多的像是一个对他个人形象 对他个人过去四年表现的一个公投 那John Hogan他本人表现如何 其实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他来说我觉得是蛮危险的 对 其实好像打到最后 有点类似上一届审选 最后大家选民在看的 好像就是这个党领的表现 那么当然就像刚才马市长您说的 上一次好像NDP败选 很多人也是把责任就是说 因为Adrian Dix他反复 您刚才有提到说 这一次我们其实华裔的候选人很多 不管是代表哪个政党总体来说 包括所有的四个政党和这个独立候选人 我们有20位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华裔候选人的表现 华裔候选人这次表现还是不错的 当然了 从这个自由党这边 都是些老将 年轻的比较少 新推出来的就是王小宝 基本上像李采明 曲杰斌 那个谁 叶志明 这些都是老将 他们经过多少次这些省选 这都是些老面孔 但是也还是很有战斗力 那么看NDP呢 这次他征召了很多来自华人社区的一些新人 所以以往呢 一般的来说呢 华人社区呢 对NDP呢 不是太支持 觉得他好像站在工会的立场 机会多一点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但这一次呢 因为他征召了很多的 华人社区的优秀人才出来 所以这些人呢 又带动他们的亲朋好友 自己的拥度 出来造成一股小小的旋风 在华人社区里选择还是选择 特别的大陆社区 可能像香港 来自香港移民啊 台湾移民 他们较为更成熟一点 还对选举 他们可能心里边有定数 不管你怎么变 我支持这还支持这 所以是必须要跟着一个政党走的这种风景 对 有些影响 好的好的 那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呢 再请两位嘉宾呢 给我们继续来分析下这次选情